来我们看一下02年的扶贫怪的择偶要求是什么样的 身高158初中选丽 我不知道是家里面读不起书还是说这个智商有问题 职业美容性格开朗活泼善良可爱 然后年薪8000 看清楚是年薪 折合下来一个月600块钱 兴趣爱好打游戏唱歌跳舞旅游 什么意思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无聊的时候就打游戏 晚上就出去给人家唱歌跳舞 然后唱完歌跳完舞 有点钱的时候就出去旅游 吃喝玩乐嘛样样精通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是否有车房啥也没有 终点来了 只有要求身高175以上 你积名58你要求别人175以上 长得还可以 就是身高不仅要高 长相而且还要帅 月薪8000以上 有房有车 你说你没车没房 长得爱 长得丑 全力还低 还不能赚钱 一个月六百 说难听点 我怎么打赏工都比你强 是吧 来找扶贫的是吧 你找扶贫的 你找政府啊 有专门的扶贫单位啊 是吧 你怎么找到人家个人啊 太过分了 你们这个自己啥也没有 啥都不是 要求男的啥都有 凭什么 就凭你长得丑吗 嘿嘿